紀錄《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之後 《九評編輯部》又再次發布新書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再次給讀者帶來震撼 中國禁聞依照新書內容製作成系列的報導 透過受訪者的解讀 帶領觀眾瞭解共產主義如何以人類意想不到的方式 誘惑、恐嚇和毀滅著人 《九評編輯部》最新出版的《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一書 陸續發表在大紀元網站 開篇序論包括 1.共產主義是魔鬼 其目的是毀滅人類 2.魔鬼毀滅人類的主要方式 3.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 4.作為一種超自然力量的魔鬼的特點 5.魔鬼的多個面目 6.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 7.對共產主義的嚮往是一種羅曼蒂克的幻想 8.魔鬼造成文化的毀滅和道德的崩潰 9.回歸神 恢復傳統 走出魔鬼的安排 新書提到 共產主義滲透後 各種社會主義學說混淆人的價值觀與道德 傳統與虔誠的信神成了愚昧與不科學 僅僅十幾年 人類社會的變化如此之大 當你用這種一種社會的制度 或者說一種人道的武力去代替了對神的信仰之後 那麼他很可能在某一天當多數的人 他的這個思想變異了之後 他就有可能投票去把那些最基本的權力 去拿走 民主的制度他只能保護神所給予的權力 但是他不是那些權力的創造者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認為 在前蘇聯和前東歐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垮臺之後 人類已經看到他們從產生到最後實踐 到之後破產的這個歷史過程中 這種形式是走不通的 新書說 魔鬼把外理邪說偽裝成科學公理 把強盜邏輯詭辯為社會公正 把思想前置宣稱為政治正確 把容忍罪惡美化為價值中立 比如說他有勞動能力 他不勞動 政府給他住房 他嫌遠 或者他不適合他 他不去住 每週給他這個救濟金 也可以免費的去給他提供再就業的那種職業培訓等等等等 他就選擇流勒街頭 而且他要跟政府去提各種要求 然後許多人就是在那種政治正確的那種思維邏輯下 就覺得這些人是一個弱勢群體 他們應該受到保護 然後讓政府就花了很大的錢 花了很大的力氣來解決這個問題 新書內容還提到 共產主義並非一種思潮、學說 或者在人類尋找出路時一個失敗了的嘗試 它是魔鬼 也稱共產邪靈 由恨和宇宙低層空間各種敗壞物質構成 所謂魔鬼的特點呢 它就是讓人持去對神的信仰 因為魔鬼它與神是對立的 魔鬼將把人帶去的是地獄而不是天堂 所以說它讓人所相信的東西 絕對不是神讓人相信的東西 它所讓人相信的東西一定是讓人最後不信神 這是它想達到的目的 因為從共產主義這個學說在人間蔓延的時候 它對於人類的這個文明的破壞其實是有蒙古獨的 包括共產黨國家的一些領導人 實際上他們都知道他們對社會是有危害的 只不過就是說它要維護它這種專制的政權 或者延續它這種政權 它希望這種主義去延續下去 評論指出 這個過程就是人類受到誘惑和捷迫 而不斷背離神的過程 這個魔鬼就是共產主義邪靈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請收看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系列報導之 《毀人36計》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之毀人36計 這章節點出了魔鬼要毀滅人 首先做到顛倒人的善惡 好壞 是非觀念 壞的說成好的 惡的說成善的 把歪理邪說說成是科學公理 把強盜邏輯說成是社會公正 把思想的遏制說成政治正確 把容忍罪惡美化成價值中立 時事評論員田園博士在讀完文章後 認為 現在許多的道德觀念都已經被顛覆 各種各樣的認知都已經被黑白顛倒 把各種各樣的伎倆來破壞人類對這個正信的信仰 然後呢 給人的認知造成這種混淆 還有把各種各樣的觀念顛倒過來 抵制於造成了一個各個國家在世界上 都出現了這麼一種 取魔亂武這樣一種局面 魔鬼要變亂人類思想的伎倆 魔鬼要變亂人類思想的伎倆 關於魔鬼毀人的三十六計 田園博士印象深刻的 就是魔鬼對人的思想改造 在行動上用暴力手段 用各種各樣的精神上和這個物質上的 這種追求物欲的追求 對這個對人類進行這個徹頭徹尾的腐化 文章說 人類的正統文化 來源於神的系統傳授 因此 魔鬼必然用各種方式引誘人 逼迫人破壞傳統文化 包括腐蝕教育 魔變藝術 控制媒體 推黃賭毒 變異各業 當然這種輿論侵蝕 還是屬於比較 怎麼說呢 潛移默化 那麼對於很多主流媒體的宣傳報導 你仔細去看 你能看到其中的端倪 你能看到它其中其實是反人類 其實是反神 其實是這個推銷它的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那一套的 在破壞社會秩序方面的伎倆 就是侵蝕教會 解體家庭 東方極權 西方滲透 邪辯法律 操控貨幣 超級政府 雖然說他們南口都在宣傳所謂的平等的觀念 還有自由 他們其實根本就不是支持平等 也不是支持自由 因為他們認為 你沒有不同意他們觀點的這種自由 所以一旦你不同意他們的觀點 他們就用暴力方式來襲擊你 讓你臣服 讓你見識到什麼叫做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這種無產經濟專政 文章指出 就像犯罪分子在作案現場要抹去自己的指紋一樣 魔鬼也要千方百計的掩藏自己 包括瞞天過海 聲東擊西 妖化論敵 轉移視線 把握多數 魔鬼毀人的手段層出不窮 千遍萬化 列舉36計 也只是取其成數而已 旅美時事評論員鄭浩昌表示 這個36計其實只是個高度濃縮的提綱 具體內容會在後面詳細展開 其中提到的每一計都是很大的話題 很多人可能會想 共產主義的魔鬼只要用其中的一計 它惡毒的後果就足以對整個人造成巨大的傷害 那它為什麼要用36計這麼多的軌跡呢 我想這是因為人類它是神創造的 而且歷經了幾千年乃至更久遠的神傳文化的積電 人類已經具備了非常雄厚的抵禦邪惡的基礎 而共產主義這隻魔鬼它出現的時間相當晚 歷史還不到200年 如果用常規的正面對決 魔鬼會難以成為正神忽悠下的人類正統文化的對手 鄭浩昌認為這個魔鬼只有無所不用其極 各種陰招疊出才可能達成它極其邪惡的毀滅人類的目的 這就是36計以及更多軌跡出現的原因 歷史 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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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尾